基隆市议员张浩瀚在议事厅内 象征信送给基隆市长谢国梁 一台儿童玩的哥哥喽电动机车 希望市长莫忘初衷 要记得开证件时 是要赠送哥哥喽电动机车给市民哦 我们当初答应的市民是赠送 所以我这边我准备了一台电动车 给我们的谢市长 希望谢市长请你收下来 把这件事情放在你的办公室 请记得你对市民说过什么 基隆市长谢国梁 想要兑现选前证件电动机车方案 草案构想被基隆市议会要求提交报告 民进党籍市议员们比较关心的是 最初说好是要送哥哥喽电动机车 后来又变成同等级电动机车 并且设定包括补助限定为 民国78年到92年次的青年等五项条件 出估经费高达4亿5000万元 如果不是非常紧急重要的事情 市政府硬要在五月份提出追加减预算的话 可能会造成未来中央会减少对基隆市补助款的处罚 他人之凯这些经济部补助环保署补助是要补助个人 你说你用4万1000块的电动机车要免费提供给青年朋友 那是青年朋友要去买机车才有 购买者所有的话 那他在购买的当下隔天能不能直接转卖 为什么不行 他应该是可以转卖的 那他转卖以后呢 这种追加减预算 没有击破性的东西 这样编列 未来中央会不会破门的必须反 我知道谢市长 你非常关心我们年轻人 虽然在选举前的时候 你提出了免费送5万台 但现在变成电动车 因为年轻人他不会有这样一辆的救机车 可以来探换 那如果是以92年次来说的话 他那时候他才10岁而已 对市长您个人的论述 不清不楚 您要不要道歉 针对您的不清不楚的行为道歉 听得懂吗 但是真正困难的地方是 你要兼顾两边 一边是原本市政应该要做的事情 你要继续做 原本已经开启了计划 原本应该要做的公共的工程 建设你不能够停 之外 你还要再另外去兑现这一些支票 这么重大的政策 只有这么短短的几个字 导致我们今天议会提了这么多的问题 才有办法问到我们想要的答案 那你有跟他们讨论说 如果你们拿到同样等级的电动型机车 他们骑起来的心里的感觉会是怎么样 经济部的工业局的补助是针对全国性的 新购的一个电动机车 每辆七千元 并不是针对一个太旧的换新 而且它是有数量的 全国十点二万辆 那我们基隆市要占大概一万到一万五千辆 这个是采先抢先赢 先申请先赢 那如果等到我们这整个政策都已经通过后 而这个方案已申请完毕 请问一下这七千块钱该怎么办 而国民党籍市议员则是全力支持 议员也提醒市政府 未来可以把执行内容写得更仔细清楚一点 当我们先不去预设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时候 如果这个政策是有利于民众的 对于基隆市是有帮助的 本席认为府会都应该支持 四五十这个六零年代的 七零年代的 我们都很愿意做志工 我们不愿意说我们在志工 拿志工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样的 想要拿到什么样的利益 我们谢市长想呈现他的政策面 我相信在议会的立场 我们要监督他 要请他尽快的 在他权力 以及他政策面 以及预算面 可执行的范围来呈现起来 也将用志工的方式 来让这些年轻人 更进一步的能够了解 真的是要有感恩的心 然后来回馈社会 那这个采购的过程中 我们希望得标的厂商 他也能够来基隆真正的设厂 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招商引资 最重要可以怎样 解决基隆市就业的问题 我想这个政策有四大面向 值得肯定 我相信府会还有我们 因为应该不分党派的共同来支持 尤其这个方案也是 最重要也是要鼓励我们年轻人 参与公益活动 以及公益志工这个动作 从前的假牙政策也是一样 一开始定出来之后 到了真正实施的时候 会发现到 有很多的问题会衍生 所以我建议市府这边要 多加几个字 就是所谓的四半起 只要是好的政策 尤其这是蔡政府 一贯执行的政策 你想想看 节能减碳不是很好吗 一个品牌 它做电动车 所以说 它不知道说狗狗龙 可是 大家请看清楚 不要说 这个大家的行销手法 或是怎样 这是一个非常好 让大家认知 它就是要 对于绿能减碳 要提供这个电动机车 五党籍和亲民党籍市议员 也有人支持 等于是说 他还没正式 谢市长还没正式 编议算参与 我们怎么有信心 不是他还没开始 刚才在黑警 你不叫他用笔 夹押补助政策一样 逐步的审查修正 一直到落实 但是五党籍议员 也有人质疑 送给我们的年轻朋友 78到92年次的 包含本席站内 我们家就有两台 我跟我老婆 都是在这个论许当中 那但是现在看起来 你们本是从赠送 变成是 现在变成是补助 这是跟你当初在讲的 可能就有落差 五党籍议员中 也有有条件的期待 和劝说市长谢国良 不用急着利用 追加减预算时编列 慢慢来 临近同等县市的彰化线 他们都在试办骑楼管理 要解决骑楼的停车灾难 但基隆市政府 在面对这一次的 电动机车策略的时候 政策的时候 要同步考虑吗 彰化线已在评估 是否要制定自治条例的 骑楼管理自治条例 好 最后十秒钟 我必须做一个 很真诚的提醒 如果今天这个草案 要送进下市议会来的话 请麻烦在追加减预算的时候 提出基隆市发展 低碳绿色城市自治条例 不用说 一定要变万 你先变一部分 让人感觉说 也可以 这样 对于我们的政见 我们也有实现 不用急到这段时间 你努力努力努力 你的毛病会越多 你毛病会越多 那段时间就 头大了 期间还发生民进党集市议员 陈君佐 要拿着市政府 给议员们的草案内容 给市长谢国良签结时 不要再变更内容 结果引起支持市长 谢国良的议员们 强烈反对 请市长不要签名的小风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